行政院長陳建仁沒回應快不離開 國民黨接連幾天質疑 彈價補貼 點名超私 藝人公司缺貨上億補助 且資本額僅五十萬元 卻佔農業部專案進口雞蛋量六成 質疑政府圖利特定廠商 藍尾再打超私 小公司做大生意 更說代表人秦宇喬只是人頭 質疑背後是圖利 綠營人士 打上一個大叉叉 農業部臉書也澄清 沒有補助特定廠商 更強調超私有進口雞蛋時機 對錯誤訊息不排除提告 但養雞大王 圖萬財已澄清 秦宇喬在彈行界很有名 不懂得外行人別裝懂來欺負人 也有農產品貿易商表示 進口生意一人公司資本金額少 其實是常態 藍尾打超私 想貼上貪污圖利標籤 但缺少關鍵具體證據 進口雞蛋正義 雙方各說各話 下集中 梁京榮 台北參謀道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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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